嗨我们又回来了 欢迎收看花鸟风月游戏实况的第四期 我读了一个档案 因为我们上次去禁地呢去错了 所以这次我们要换一个地方 去来赤火店和九优店 咱们是去魔尊的屋里呢 还是去咱们自己屋里 来去魔尊屋里扣一 去自己屋里扣二 魔尊啊好走 走 走 呼噓 并不来店中 走错了不行我要堵挡 我们应该回自己屋 走吧回家吧 你在九优店中思考对策 柳儿在你身边蹭来蹭去 你轻轻 我忘了全屏 柳儿在你身边蹭来蹭去 你轻轻抚摸她柔软的羽毛 我爱你我爱你 眼下该去哪儿呢 存个档 我觉得这回 这回应该去魔尊掏她屋里了吧 这要再去错了 就game over了 赤火店 自己屋里有啥 自己屋里有啥 自己屋里有只鸟 并不在店中 并不在店中 不行我要堵挡 那我应该去哪儿啊 咱们回自己家 咱们回自己家肯定是对了 然后去哪儿 学天涯 肯定不是 她肯定不让去 有守卫的 没有命令 肯定是去不了的 赤火店她又不在 还是回自己家呢 嗯 有剧情了 有剧情了 刘儿在你身边蹭来蹭去 抚摸 弹开 有人说去万魔宫 嗯 嗯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不是去万魔宫 因为咱们回自己家之后 有剧情了 都有选项了 我觉得应该 就应该回自己家 弹开 你太狠心了吧 弹开 抚摸 我爱你我爱你 自宴喜上 你大败赤影以后 你便算在魔界名声大噪了 就连 威延 哦 就连严肃 如 弹奴也不由对你 好奇钦佩 她问你可是 用了什么不得了的妖术 你笑着摇头 却不点破 不可说 不可说 刚去说赤影统领 每日在家里练 坐下和起立 摄影要被玩坏了 弹奴突然推门进来 你正笑得 乐不可知 险些叉气 天女 酒莲副统领求见 弹奴似乎 您对你毫无形象的样子 习以为常 酒莲 快请她进来 我酒莲姐姐来看我了 这可是你第一次来客人啊 你还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还来客人 天女 实不相瞒 我是想来问你 那天为何能赢过赤影 这几日 她查不思 饭不响 都在思考对策 实在令人担心 酒莲忧心忡忡的说道 你顿时 杂巴出了 杂巴出了些滋味 第一次见这阴气勃勃的酒莲 如此多的话 其实不过是雕虫小技 还为多谢姐姐 当日出言相助 姐姐若想知道 我自然知无复言 但是我想问姐姐 姐姐为何如此担忧赤影头领啊 这还不知道吗 她肯定是喜欢那个赤影咯 这我与她 都同为魔族效力 我自然担心她 你了然一笑 少女心事旁人一看便知 自己却是身在局中看不清 你多年的理论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 姐姐你知道这原理容易 不过若是想与赤影更加和睦 就不该直接告诉她 而是陪她一起去练习 一起发现其中奥秘 酒莲尾言微微一睁 因此的脸 红了 好 我知道了 多谢妹妹 幻音刚落 酒莲就走了 欸 我还没告诉你原理呢 你心中哭笑不得 罢了 让她们慢慢发现吧 让她们慢慢的去虐狗吧 情之一字果然神奇 你竟然能让那清冷如历刃的酒莲 也含羞待怯 你暗暗惊叹 却不知我的缘何时才来 思极此你猛然摇摇头 现在还是保住小命要紧 效果之后弯下嘴角 赤枭攻打天界之日 越近了 欸 对啊 她说三日之后就要攻打 我们在这已经 已经玩了几天了 生死大事迫在眉睫 我爱你 我爱你 鱼儿不厌其烦地在你耳边道 小爪子 蹦蹦跳跳 小笨鸟 你怎么就只会说这一句话 你敲了敲她的头 你以为 你这样说 你以为你这样说你的主人 就能保住小命了吗 鱼儿疑惑地歪了歪头 你心中突然一点灵光闪过 你说没有用 我说呢 如果能撼动那位法律无边 孤冷高傲的魔尊 还有什么呢 若能让那位高不可攀的魔尊动情 是否能有一些生机 你这干啥你要美人机啊 人家都觉得你长得丑欸 你照了照铜镜 一张还算清秀可人 但丢进魔尖的美人堆里 都排不上的脸 你顿时觉得异响天开 怎么都排不上 我觉得咱们女主角 比那个谁的妹妹长得好看 对吧叫什么香龙 比她好看多了 她长成那样还第一美人 纵使机会渺茫也要试试 说不定咱也有主角光环呢 你本来就是主角呀 座位穿越前辈此刻 与我同在阿门 欸居然有人说她长得丑欸 长得多好看啊 戴紫叶花开 便是魔戒的深夜 天边繁星浩月 更深入众 魔戒请兵之日将尽 你辗转难眠 辗转难眠 这首肯定得出去走走 对吧辗转难眠 这首出去走走肯定会遇到一些剧情 对吧 但在房里肯定什么都没有 我想存个档 咱们现在就是有出去的机会就要出去 说不定一出去就可以美人记 对吧 刚好遇到那个魔尊也难眠 对吧 两个人就遇上了是吧 走走 有一次踩地图的机会 那我肯定要去赤霄屋里 走吧我们去勾引她吧 走 赤火店灯火忽明忽暗 恍若一夜偏周 在波涛中起伏 你刚刚捏手捏脚进店中 坐在帷幕中的身影便有所觉 伟暗身影豁然出在你眼前 丑花 你闻言 顿时差点腔道 只见赤霄目光伶俐 依旧压得你有些透不过气来 却见微暗的烛光中 它一惊散乱 这能播吗 真的能不能播 露出饱满街市的胸腾 大片细腻光滑的肌肤 你顿时呼吸一致 鼻子冒热 闲些落荒而逃 你在看哪里 我 我哪儿都没看 你速度偏过头去 千万不要脸红啊 没用的东西啊 你不是来泡它的吗 对我们是来泡它的 我要坚定 你找吴有何事 不知魔针对我上次表演的节目 是否满意 赤霄文言抬毛看向你 妖艺的 妖艺的深邃瞳孔 傲慢而轻视 你真当无看不出你的雕虫小鸡 你战胜赤影根本不是你的力气 而是 你眼前一花 赤霄已经逼近你的身前 刀削辅刻般的面容 让你心跳加快 你的小聪明在我面前不止一提 那个小把戏也许不算什么 但是 这世间却有另一物 能让魔尊深陷其中 无法解脱 话音刚落 赤霄见眉一昼 胡说 哎呀这个音乐 感觉要发生点什么 我最难道没有听说过 美人香 英雄种 嗯 哎哟 赤霄文言一声轻笑 猛然抬起了你的下巴 又是下巴 他特别喜欢捏人的下巴 就凭你 你浑身一颤 咽了口水 继续强装震盯到 魔尊敢用我打一个赌吗 赤霄微微领眉 独你 会不会爱上我 赤霄仿若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 哈哈哈哈 小小花精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如果我赢了 你就放我走 难道魔尊不敢吗 赤霄深深的看你一眼 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 更加令人摸不透 你若输了呢 我若输了 便将这条命奉上 吴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呃 赤霄猛然拉你 赤霄猛然拉近你的身体 似乎能感受到他身上的冷香 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转开目光的话 我们就弱爆了 我们是来泡他的 对不对 对视 你压住心中的恐惧 与他对视 赤霄的眼眸微微弯起 你在引诱无吗 什么 赤霄默然地看着你 缓缓抚向你的脸颊 你的心跳迅速加快 只见他越来越近 淡色的博唇缓缓抚向 抱住他 对吧 我们是来泡他的 也不过如此 丑花 你太丑了 什么鬼 你 哼 被他轻薄又如此挖苦 你不由恼羞成怒 立即转身跑了出去 赤霄抬手俯过自己的唇瓣 微微凝毛 我跟你说他就是死傲娇 他就是死傲娇 你看他还抚摸自己的唇瓣 哎呦天哪 是他已经看上了我们 知道吧 他就是不承认 回到酒油店中 你辗转反侧 忧心自己的性命大事 迟迟难以入眠 但是今夜 难免的不止你一人 那当然 还有一个更难免的 还有个死傲娇 是我开起上帝上 开我看看 我看看赤霄他是怎么 怎么死傲娇的 绝天涯上寒风凛练 却有身影一世独立 宏图霸夜谈笑间 不胜人生一场醉 无奈天生魔体 三界之内谁与争锋 百般运筹 也敢与天斗 平生却未曾放声大笑 吴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风凛很快 吴就能为你报仇了 可你是否还是我的答案 啥呀你 你咋对我只字未提啊 你不是应该死傲娇 不是应该说 这个女人 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是应该这样吗 真是的 我好失望 三日之后 赤霄率十万封魔大军攻打天界 踏碎灵霄直指天阙 几点了 我们还给你再录五分钟 我们上天了 魔界大军 势如破竹所向披霓 一路攻至九重天 魔尊撤销宇众仙 对势 对势吧对势挣钱 气势凛然风云变色 哎哟 中间这个是太上老君吗 哦太乙金星 太乙金星 大胆 大胆魔族 难道还想反了天吗 废话少说 交出风铃残魂 俯首称臣 吴还能饶你们一命 天刚元帅 天刚元帅 天刚元帅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 穿盔杂的 狂妄至极 风铃 你说那个为祸的女妖 百年前 她早已被诸仙台的夜火烧得一干二净了 何来魂魄 哈哈哈哈 好出戏啊 顿时 某中一尘 也不多言 反首一辉 整个天公震荡不已 日月无光 众仙大惊失色 原来那个女妖也叫风铃 难怪赤笑 听到自己的名字如此不怨 原来是她 看来今日无必踏平天公 执掌上仙 在何处 还不出来一见故人 众仙家面面香 香 香 不灵不灵 你被 来来来 现场现场告诉我这个字念什么 面面香 去 面面香去 对不对 好然后你被推上正前 哇塞 天魔正前 锋利 坚韧 扎在你的脖子上 你不由心惊胆战 做如真真 如做真真 赤笑不曾看你一眼神情如霜 傲然冰冷 哎你这死傲娇 你真的对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真的要把门弄死吗 看来我的那些雕虫小技 丝毫不能撼动她 也许零一丝涟漪都不曾出现 我当是谁 不过是个区区小花精 执掌上仙已经闭关多年 怎可能为她出面 某日仙君 不错 不知魔族打的什么算盘 还不快快投降 闻眼你心中一惊 所以突然发现什么 他们居然不管我 果然我不过是一个凡尘小花精 怎可能是什么天女 那位仙君根本不会在意我 你你知道吗 你令了一个flag 接下来她就在意你了 你惊慌不已 怀中刘儿微微一动 飞出身来 只见她狠狠地着向那些 对着你的坚韧 住手 刘儿 别伤了自己 宠物道懂主人情 身带仙气的凡鸟 天界难道无人认得 月华上仙认不出自己的宠物 也认不出自己的仙侣了吗 蓝鱼鸟 莫非她真是四皇天女 这 月华军所养的那只凡鸟 若是活到如今 也有几百岁了 怎可能是那只 定是魔族蓄意冒充的 仲仙家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 赤箫 嗓尸一眼 剑眉微皱 赫然幻化出一饼 剑韧 她握住剑柄 猛然将剑锋指向你 被无天 被无天绝剑所伤者 永远不得复原 白月华 若你再不出来 休怪吴无情 生死关头 你浑身一阵 魔尊 我真不是什么天女 你杀了我 也不能影响那位仙君分毫 剑指要害 李金黄的喊道 难道你我之间 你从未动摇过 这时间还没有谁 能让吴动摇 难道今日自己这条命 要交代了吗 什么穿越主角光环金手指都没有 自己果然是个倒霉的路人 赤箫 妖翼深邃的眼眸中 血光一闪 绝天剑猛然刺向的妖害 哇真来啊 电光火时间 你下意识闭上双眼 完了 不吃 一口老血 耳边传来 剑韧刺入血肉的声音 哇真的 却没有想象中的疼痛 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感觉不到疼了 你茫然的睁开眼 哎哟 你好呀小哥哥 他 身体陷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暗香萦绕 身上并未受到 并未受伤分好 只见眼前一张温润如意的面容 你的嘴角是血吗 小哥哥 你的血 你的血怎么是黄色的 你是流的血还是喝橙汁没有擦干净 他 发丝如雪 扬起千般风流 如梦易幻 你从未见过 如此俊美如化的男子 皇儿 是你吗 他的声音轻柔动听 如乐器 嘶嘶入耳 你暂时期望自己 就是他的皇儿 我 有我在皇儿 不必 有我在 皇儿不必哟 被他那双微紫的透亮的眼眸凝视着 你不由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 月华君 眉心微皱 嘴角溢出雪 啊雪 你看雪 你心头一惊 却见他背上的天绝剑移入骨肉 血迹触目惊心 你 你为何要喂我 我答应你的是 粉身碎骨 都会做的 胡阿颜巧语 你便也是如此 骗得他的真心吗 白月华 你可还记得 因你而受夜火焚烧 魂飞魄散的那万妖女王 今日吴就要你 也一场素果 哇 迟消猛然抽回天绝剑 瞬间月华君闷哼一声血如泉涌 染红锦断 月华君 月华上千 大胆魔族目无天规诸 天杀大神 想不到连你也会出来 杀 漫天见语气势滔滔 魔界大军猝不及防 死伤惨重溃不成军 尺消深深地看向月华怀中的你一眼 转身喝道 先撤军 好那 我们现在是九华殿 那现在就是咱们现在暂时是安全的了 咱们就被这个月华君给救了 然后魔君现在是退了 那我们这期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了